咦?媽咪啊,我們不是說去旅行嗎? 這裡究竟是哪裡來的? 哦,你之前不是問什麼是地球的? 所以我們這次旅行的目的地就是地球表面了 蛤?地球表面? 沒錯啊,不來都來了 那讓我們這次跳出書本 看看什麼才是真正的宇宙和地球吧 我們的宇宙就是由很多不同的星體造成 八大行星就是屬於太陽系裡的八大星體 分別有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 水星是八大行星裡最小和最靠近太陽的行星 由地球上看,它大概116天左右跟地球混合一次 光轉的速度遠遠超過太陽下的其他星球 而且,水星的快速運動都像它在羅馬神話裡被稱為木優利 接下來就是金星了 金星在八大行星裡是第二次接近太陽的行星 在中國古代被稱為太白、明星或是大梟 另外,據說古人觀察太白為白色 白色在五行裡屬金,因而命為金星 啊!我知道了!你一定是順著距離太陽的順序來說 那下一個就是地球了!地球是宇宙裡人類已知 唯一存在生命的天體,也是人類居住的星球 一共有80億人口 而火星就是距離太陽第四近的行星 也是太陽系中緊接著水星的第二小的行星 為太陽系裡的四顆地的行星之一 而木星就是距離太陽第五近的行星 也是太陽系中提值最大的行星 目前已知有95顆衛星 距離太陽第六的行星就是屠星 它的體積僅似於木星 和木星一樣都屬於氣體巨核星 古代中國也稱它為震星 而天黃星就是太陽系中距離太陽第七的青色行星 它的體積是太陽系中排名第三 而最後距離太陽最遠的就是海黃星 它的體積是第四大,但積量就是第三大的行星 但是呢,剛才我看到地球是圓形的 但是為什麼我們平時在地球上走的路都是平的? 這樣的話,地球不應該是平的嗎? 哦,這個就有關於地平雪了 地平雪是一種古老的世界觀 地平雪和地緣雪是相對的 因為地表是平面,而不是一個巨大的球面 大多數前蘇格拉帝主義者到前五世紀 都是認為地球是平的 但是到了公元前四世紀初 柏拉圖將地緣雪寫入著作 公元前330年,它的學生阿里斯多德 已經認為依據提供了地球球形的證據 就在這個時候,地緣雪都被世界所接受 哇,原來我們的宇宙是這麼神奇的 是啊,我們的宇宙還有很多我們不知道的東西等待著我們去發掘的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